陳鑑林議員 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議事規則的問題 就跟我們今天財務委員會 要談的議程項目是無關的 所以剛才我們的法律顧問說 主席交這個所謂決定權給委員會的時候 是可以無需在這裡作出討論的 因為首先來說 我們現在說的利益衝突 是在議事規則的83條和84條相關的 然後如果我們在主席主持會議的情況下 因為你是經過我們財務委員會 所有同事選出來的主席 你就有權去主持這個會議 你主持這個會議 今天我們就是在做財務委員會 要談的所有議程 所以現在有議員動議出來 說你不應該主持會議 實際上就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程 是無關的 這個根本就不需要作出任何討論 如果他有動議 你交給大家的表決 那就唯有直接交付表決 這個呢 就已經是很清楚了當的 所以我對於法律官民今天提的那個議員 我完全是不能夠同意的 你作為主席 你經過我們第一次會議 是選了出來 付諸你有這樣的權力 去執行財務委員會的規程 那你就有權作出決定 我們議程裡面 那個規程裡面 也都有付諸主席的權力 作出某一些判決定之後 就是無可爭議的 如果有人是繼續糾纏不清的話 你也都有權作出決定 是怎樣處理某一些議員的不規則行為 多謝主席